我是時候說一下這個主題 我今天這個主題大家可能都看到 就是寫著現在的中學這麼厲害 有一個叫品德培育精鋼部隊的動勢 這個東西很過癮,所以我就看了這個新聞 還有這些都需要留意的,我覺得大家都有機會 因為這個很大影響 等我一會,我想找回他的新聞,因為我有些不太記得的 看見傢俬掉過幾次,我覺得傢俬比較容易掉 在這個新界,應該是天水圍的一間中學 有一個老師自己弄了一個叫品德培育精鋼部隊的部隊 有人問這是什麼部隊,聽起來好像很正氣,很厲害 原來這個部隊就是把一些 欠交功課 移用不整的同學進入這個部隊 改善這個行為 其實第一次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類似留堂班 然後再輔導一下你 例如你沒有教這個功課 可能就會去留堂班 然後易用不整 可能你要去進行一些輔導 去告訴你怎樣才是正常 應該有的學生的態度 等等各方面 但原來不是 原來有一個學生說 要拍一個認錯的片段 拍一個認錯的片段 其實聽到這裡都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現在 有一些 有一些 公司都很流行用這個拍片的方式 拍片的方式例如在工作上 甚至是可能 罵你,即是老闆罵下屬 可能都會有的 但是這個最大問題就是 拍了學生的片段 然後再在其他同學面前播放 其實都很大影響 這裡都很瘋 其實我覺得拍片是小事 但如果你說公開給其他人看 就有點問題 而且他這個公開的情況 是在這個 班會 組會 沒有記錯是在組會 在組會 這裏就播給全校的人看 其實組會來說 有些什麼人呢 如果大家有組會的都知道 組會可能有幾個班級 幾個班級 然後四個班別 或者五個班別 即是一級可能有四五個班 ABCDE 組會 通常都有高低科 就是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等等 然後就有些老師 每個不同的班主任都在 有機會就會有些什麼 輪中宗教的老師 上台做一些 組會的祈禱等等 走鬼 做一些祈禱分享 正常來說 校長都會在 如果這個校長都覺得這樣播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那間學校都很大問題 當然 有這個家長知道這件事 當然就好像我這樣極大不滿 因為其實上學的話 就真的沒什麼可能會做到 好像上班一樣 這些其實上班都過份了 但是 如果真的上班有些事 都不會這樣公開出來 因為 因為上班的話 真是 為份工 為出糧 為份錢 所以 吞聲 吞聲下氣 吞聲下氣 對了 大概就是會這樣 但是如果是學校的話 就沒可能會這樣 沒錯 那麼 家長知道這件事跟我一樣 都是不滿 並且覺得這個老師 就好像當學生是個反 這樣審 因為其實以下 都有講到 他部隊的一些運作 這個老師 就是他自己設的 品德培育升降部隊 已經即時指校方 校方即時指老師的做法 未經校方同意都不恰當 簡單來說 就是 拋那個人去死 老實說 如果 就算 校方 真的 私底下接納了 他都可以拋他出來 我都沒有答應過 也都可以 其實這個老師 是一個 即是被人拋出來 有機會 其實他都 有些問題 我不知道他校方那裡怎麼看 但是其實如果校方 如果知道這件事都照樣 推行這個方案的話 其實那間中學都可以收回 對了 即時停止了老師的訓導工作 而且那間教育局 就沒有這個投訴接到 其實也不用接到 其實教育局也不用接到投訴 放上新聞已經是最大的投訴 我覺得 對了 不需要真的去到教育局投訴 反而現在 其實 聯絡新聞 即是聯絡新聞報 反而還有一個投訴的效用 因為將這件事發揚光大 將這件事發揚光大 等等 嗯 嗯 也有一個人 有一個家長 就 有一個家長 就說他的兒子 升讀了中午之後 就經常 就很悶 而且又好像 就不太想上學 其實看得出 即是一個人 如果你真的不想上學 或者是 即是覺得沒什麼意思的話 其實一眼看得出 對了 可能經過審問 審問 審問 審問之後 可能問兒子 為什麼不上學 或者很悶 他就說 討厭學校 和一個老師 我相信大家都試過 譬如真一個老師 我想小時候 中學也好 小學也好 都一定有 有一個老師是特別低B 痴媽根 個個都會有 這個也不例我 他指出這個老師 經常侮辱同學 以及不合理的懲罰同學 所以同學 都 都 對他沒什麼好感 而且都是覺得 這個的黑人真 我想大家都試過 嗯 那個家長 也都在他兒子 找到一封信 那封信才是精彩的地方 那封信 寫有 品德培育精幹部隊的部隊執行令 執行令 下款就是部隊總司令 丙喉酒怪 那這個呢 據這個 新聞所說 他就說由這個學校老師發出 那就是由這個總司令發出 哈哈 也註明是機密文件 要求那個學生 可能有一點犯錯的地方 要求那個學生在準時指定日子出席這個紀律聆訊會議 還形容這次是一個高度機密的活動 不可以洩露給其他人 否則會嚴懲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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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一聽到已經覺得是神經病了 究竟是什麼會 這些是秘密的組織 這個完全不是學校應該有的 學校組織 完全是秘密行動的 這些是 這些是 講到那些什麼 好像舊時歷史那些 反征服命那些 哈哈 那 原來那個年輕人 那個學生 就犯了這個欠交功課罪 所以就為發這個機密信函 也要徵召進去這個相關部隊 也就是說 是這個奮奮得陪陸精幹部隊 要徵召進去 然後再一個 進行這個訓練等等 那個執行長 就曾經要求犯罪的學生 錄影犯罪 然後片段也會在其他人面前播放 即是組會 OMG 即是組會上播放 嗯 令到其他人都非常鑑賣難受 其實這件事情 我想就算 學生來說 未完全說成熟的話 其實這些對他們來說都很大打擊 你說好像一個社會人 好像我的影片的話 扔上去學生 說好啊 幫我宣傳 更加好 不會覺得難受或者尷尬 但如果是學生 還要是說這些樣子 壞的話 都頗糟糕的 例如不說播片 說這個 就是 可能 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找誰出來 例如 可能找 找 那個人叫什麼 隨便 可能找 A同學請你出一出來 或者B同學 可能 鑑於有同學 好像B同學 整天都放了學之後 穿著校服去機抱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他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尤其是中學生的話 其實都頗需要面子 因為中學是一個微型的社會 沒錯 嗯 最後這件事怎樣呢 最後這件事就驚動了整個 整個什麼呢 整個一些 就是就讀學校的家長 或者學生等等 後來 就 有訪問到一個校長 那個校長就說 是沒有 這個 這個 對這件事不知情 對 真的 這個 真的是免死金牌 我說 我不知情 沒有這樣的事 我立刻處分他 對 這個是真的免死金牌 說自己真的不知道 更何況 其實 知不知道的話 其實要看看他的組會有沒有出席 如果他沒有組會出席 請問 那你這份工作做什麼 請問 如果這份工作做會都不用出席 那我回 不如 對吧 是不是這樣 忍氣 吞聲 我忘記叫什麼 為什麼不發課 強制認錯 做到FBI 這樣 不知情不順 對 不可能是不知情 因為其實 校長 我不說他每天都會組會在這裡 就是 因為 組會來說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會偷懶又成 可能一兩天不在都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每天都不在的話 我做 大哥 我做校長 你請我 我每天都可以不在 不用聘請他 對不對 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他是一定知情 你說不知我打死也不相信 不可能 對了 我記得他有 校長說不知道這件事 看看 學校被公審想我死 其實這個都很嚴重 因為其實都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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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影響現在這個 教育制度 好聽一點就是這個 真是影響那家學校 但是難聽一點 其實整個教育制度都是有問題的 現在 看一看 對了 校方稱不知情 其實校方 其實我們可以當是 校監 校長 那些 比較高級一點就不是那些老師 老師 那些級別 我覺得是 啊 這件事 連校長都不知道 其實都真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學生 如果收到這樣的東西 他們會以為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真的有這樣的組織 可能自己做錯了 他們不會這樣 咦 很有問題 不會 他們會覺得 真的有這個組織 可能自己做錯了 或者是真的有問題 嗯 他們不會考慮這封信的真實性 或者是 應不應該這樣做 他們分析不到 不要經常死 可以嗎 嗯 嗯 是一些老師密謀造反 造反的話 造反的話 應該是站在學生那邊 應該 哈哈 現在就 現在就 不過都可能 另類方法 不過 這個都不好 拿學生來做擋箭牌 好時間假的快點上車 啊 啊 啊 他 他之前都是 之前 之前就算 不要說同學 學生 老師都 曾經 曾經有個自殺死了 那個 那個校長 也是 現在校長 拿這麼多錢 一批屎 嗯 還說進了精神病院 不是 進了普通病院 沒有精神病院 現在又不知怎樣了,都不知出了語尾 要好好關心一下他們 所以這個就比較 令我感興趣這新聞 因為要在這個學校播放 道歉片段的話 久而久之就會覺得回去上學做什麼 都沒有東西回去,回去又被人罵 然後又被同學笑,不知道有什麼意思 大概就會這樣,然後慢慢轉流卻尖 然後想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老師自殺探長還未被拘捕 其實他們還未可以推堂 其實我也很辛苦,我也有受害者 然後哭,搶回這個高地 都有這個做法 他這個做法也算是挺高張 就是入病院說自己也有病 做到有病 然後再韌韌腳收錢 開心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學校 現在的學校真的很白癡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學校會是這樣 看似正常,但其實也很多瘋 尤其是元朗好像特別多瘋的東西 對吧 什麼元朗屯門經常都有些低能的東西 嗯 耶,有海膽了 好像夠了 不要緊,我們再打兩三場 之後再看 哼 啊,對了,還有另一單 還有另一單 除了這個品德培育精鋼部隊 早兩天還有一單 又是元朗 不,剛剛那間是天水華 但他寫的是元朗的名字 我想是屬於元朗的部分 因為他好像有兩間 那有一間就是元朗的 那他就說 他看到,因為現在夏天 正常開了,現在夏天 好像還未到 哈哈 但總之現在很熱 所以大部分人來說 都要開冷氣 我都不例外 開冷氣 然後呢 就有校長發現 如果看到 學生穿著冷衣 然後開冷氣的話 那就 會有一個 進一步的行動 那他的進一步行動 就是關掉所有學校 關掉全校課室的冷氣 把所有冷氣都關掉 然後呢 其實這個做法也是不恰當的 因為呢 其實冷衣來說 其實都有權穿不穿的 老實說 我喜歡穿就穿 不喜歡穿就自己會脫 不需要你這個校長 多管閒事 這麼多 多管閒事 在這裡諸多事幹 在這裡搞事 然後還要關掉全校課室 尤其是現在這麼熱的話 是很容易中暑 因為課室呢 你以為有幾隻冷槍 好像會很通風 他原本那個課室 如果不通風的話 其實很辛苦 對了 原本課室如果不通風 又沒有封入的話 開槍也是廢 對了 然後再靠 如果你說不是靠開槍 可能有風扇 但是風扇也是沒什麼用的 學校的風扇多數都是什麼風扇呢 大扇葉 天花板 那些 然後那些天花板的大扇葉 雖然某程度上來說都可以 但是 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在這個 這麼嚴重的天氣下降溫 比如你打完球的話 不要說 打完球的話 不要說直接吹一些很涼的風 可能慢慢地 慢慢地 心靜自然涼都不行 可能也有些人回覆說 冷衣是被女生用來 有些 用 有些用 大家都知道 就算 就算我之前 我之前都好像經常穿冷衣 為什麼要穿冷衣 我有自己特別的原因 對了 那時候我冷衣是沒有脫過的 現在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這麼久穿冷衣 就是每天都穿冷衣 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校服 校服最低的那顆樓不見了 那我又不想補 那我每天都穿冷衣 沒有一天脫 好像是 沒有一天脫 不停穿冷衣 每天都穿著那個藍色冷衣 每天都穿著那個藍色冷衣 對了 對了 那就是 個人有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理由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由這個校長去定奪 這個是屬於人的自由 學生的自由 這個是 我喜歡講什麼關你屁事 對不對 這個校長 校長就是做校長的事 可以嗎 增加學校的入學率 增加學校 有學生的知識率 啊 現在的那些學校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 嗯 藍亞裔 對了 有很多藍亞裔的 就算 就算 我之前講的都是很多藍亞裔的學生 沒有什麼本地的學生 現在 很少 就是 當然有幾個 不說這些 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 這就是 校長的 就是他的工作 是不是涉及到這一部分呢 他這個動作 其實 某程度上 認識了全校的課室的冷氣 是出於 省錢 省電 是不是 但是 他們教 職員室 那裡 這個老師室那裡 又會不會認識呢 這個真的是 如果不斷認識老師和校長 不是 應該搞一個全日停電 搞什麼沒有冷氣 搞全日停電 那就最好了 老師也不要用 那就公平了 現在其實是一個不公平對待 大家 大家都在那裡 工作 學生的工作就是讀書 老師的工作就是教學生 校長的工作就是教老師 教學生 大概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 如果要公平的話 應該整間學校都不要用 那就最公平了 什麼電腦室廢了 打球 做完運動 那些更好 教育局做不到 入了醫院 收緊五份四人工 扔到爆 校長 教育局做不到 只懂得公審學生 搞再教育 教育局都是 都是 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真的不太知道有什麼用 我想不到她這個 她這個 她這個叫做 報門有何作用 夏天以過立下 給幾百元幫她交電費 夏天又不會開冷氣 對 她說要你 什麼 要你省電 很多區都有 每一間都有成名 功立變成國際學校 對 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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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某程度上也不太好 影響 對 這個就是另一宗新聞 我看到也是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 現在 真的節省了一點點 電 是不是真的 這麼節省 其實我覺得你這麼節省 可能第二導演已經去 你那一段節省了 然後可能另一段已經用完了 我覺得 有時候會是這樣 嗯 省了一點點電 然後可能吃東西喝水那方面又多了 你如果用電少了的話 即是沒有冷氣的話 你喝水一定多了 其實 不過不是 水是在小賣布裡的 這個一定是陰謀論 關掉全校冷氣 然後再 直線提升這個飲品的供應 這個 什麼 收入 可能要買水 又或者買飲品 然後再加價 這一定是陰謀論 否則我真的想不到 為何省了一點點電 還是你的預算不夠 校長 他的目的都是為了教育 但是變成了 既得益者和守護人同一人 還有沒有 好像沒有了 那 令我最覺得神經病的就是 奮德培育精幹部隊 嗯 究竟有多喜歡病師做一些精幹部隊 應該是怎麼說呢 真的不用看樣子 都知道是老屎弗樣子 做了什麼精幹部隊 暗uros 變成了 然後 下衣服很適合 剛剛講完 下衣服 因為下衣服 我自己也穿過 所以一定要講 又要上班了,拜拜 所以,對 大家記住開多點冷氣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省的話 不如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更好 而不是真的一味做冷氣 因為你是學校,學校應該要注重教育 學生的所有東西都是由老師教育 如果老師都教不了育的話 其實你的學校只不過是垃圾 今天只是開一次冷氣 不行啊,好熱啊 熱到瘋了 熱到瘋了 有一次我還差點中暑 然後我的位置還要不通風 開風扇也受不了 也不是不行的 嘗一下,糟糕了 嘩,對呀,放不了 嗯 要省了太陽能和省電膽 省電膽,太陽能就未必太過火 不,太陽能可能算不算 發電量不太高呢 我覺得省電膽真的要做 然後學校再標榜 如果全校都是用省電膽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另一個介護方法 而不是適冷氣這些這麼... 這麼片面的做法 太陽能我就不懂 太陽能我之前看過一些太陽能充電板 但感覺上好像都很麻煩很複雜 我就未試過太陽能發電的情況 發電率發電量 嗯 嗯 所以就是這樣 我相信遲些都越來越會有這些瘋狂的東西 真的都... 真的都沒想過 冷衣也可以作為一個... 懂全校冷氣的理由 各位校長一定是十分之優良 優秀 的校長 立刻想起我校校長 我校校都是... 都是未試過去到冷氣那些 懂冷氣那些 但是就... 很多白癡的東西 很多白癡的 我分享一個 他進了這間學校 就是由舊校長換新校長 然後第一年都正常 第二年開始就瘋了 因為他看到學生在睡覺就... 就找一些老師走媽必在這個走廊上巡查 只要有一個老師睡覺 那老師就需要叫醒那個學生 或者是雜名 雜夠三次的話 就記缺點或者少過 忘記是缺點或者少過 總之我就... 就記得有這樣的東西 我通常都沒有睡覺 但也不會說很留心聽說 對 因為... 長檔其實很白癡的 如果他... 那個老師原本教... 那個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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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氛 各種情況呢 是好的話 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這一招 這些就是... 未做頭那一陣 就做了第二陣 對了 理論上應該要先提高學習氣氛 他就不是 他就直接... 直接CUT了提升學習氣氛 直接Check你們叫你們不要睡覺 對了 就是叫一個想學廚的人去讀書 好像大陸有一個... 就是一個... 很喜歡煮食的學生 但是... 他就... 讀書非常之差 數學獲得一分 他媽媽就很傷心 嗯... 但是他就... 那個學生就說 他見到書之後 就很悶 很想睡覺 但是呢 見到食物 見到他媽媽吃得開心的時候 又會開心 所以其實這些 真的是... 教育氣氛或者自身情況 來定他是... 真的適合讀書 還是... 工作廚師 做東西吃 這些不同的路 這個呢 就要... 那... 就要自己去... 自己去想辦法 嗯... 不過最後還是只是想帶出... 學校真的... 如果真的想人讀書好 你最重要就是提升教育氣氛 對 找多些不同的人去... 找多些不同的... 可以講座的那些都不錯 其實聽講座 其實學校聽講座 其實算是一個... 很吸引人的一個項目 有時候聽聽人做事的心態其實都不錯 升學也好 做事的心態也好 或者一些搞笑的風格也好 也好 而不是只在讀書上課 然後有巡樓 洗樓 啊... 這個就是我學校的一個... 其中一個... 比較... 優秀的方案 嗯... 奇異的就不知道了 奇異的就忘記了 要問我同學才知道 太陽能電通 向中華電力 人家的設備是全港最先進的 是啊... 有時候真的... 好像真的他們那些是... 就是那些... 定了 嗯... 有些有問題 聽講座最好不用上課 對啊...不用上課 因為其實你讀書不只是上課 我覺得 讀書的話其實是讀你很多東西的 讀你一些性格、能力 以及一些處置風格 處置能力 應變能力 各方面 那你不僅是上課 上課也重要 因為成績要靠學歷 要... 學歷要靠成績 對啦... 工作要靠學歷 所以你... 學歷那方面也要用力一點 但是... 是不是變成... 什麼應變能力都不需要呢 就不是的 嗯... 而講座也可以彌補那部分 如果每個星期一個講座 我相信都不錯的 但是你就不要... 但是就... 真的要有趣一點 對啊... 星期六講座 星期六講座我都不會理你 是不是 不用90% 起碼有... 近99% 不見了 嗯... 老師都不跟你瘋了 不是... 我認識你路老師有些好像要翻 嗯...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你要提高學習氣氛 你才會... 增加學生對... 學習啊... 或者是... 讀書興趣啊... 你不是什麼... 蠢柳這些白癡的 給你一個精鋼部隊 精鋼部隊也是同一個道理的 有什麼可能別人欠交功課 你就拘去入精鋼部隊 呵... 呵... 這些擺到還沒抓人入會 其實這些是跟那些... 黑咩會差不多 呵... 呵... 抓人入會 神經病 低低地 打到嗎? 多怕打不到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兩單新聞我覺得大家都... 需要知道 對... 是真的蠻瘋的 要用些... 有些傳媒的能力讓他覺醒一下 不要說讓他覺醒 讓他會做一點點 我不會說覺醒這麼厲害的 我會做一點點 大致上... 大致上我的看法就是這樣了 其實就沒有了 最近的學校都沒有 而且最近... 都... 都很多學生經常都... 了結自己的生命好像 都幾悲哀 至少每個星期有一次 每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有一次 而且說真的 他們還要... 很年輕 可能是十五十六歲 對 嗯 原來這間什麼... 求什麼抽這間學校 很多... 很多新聞而已 很多新聞啊 真的... 癡媽筋 低低地的學校 最好連續一次... 教師法子日 教師老師 讓學生放假 唉 偶爾放假 就是... 其實... 參照國際學校的玩法 雖然我沒有讀過 但國際學校 我想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屬於... 喜歡... 多數都是玩 而不是每天都要寫無聊的功夫 大堅持做做做做做 不過這些又好又不好 始終如果你這樣讀上去,你能夠讀的話 證明你的學習能力都很高 而且你將來的成績學歷也會有一個不錯的成績